大家好 首先我要很感謝政要主任的前線 讓我可以有這個機會到明古屋跟中山明光老師去學習 也感謝吳慧姐在行前也花了不少時間教我們PSG 今天就很簡單的介紹一下所有到明古屋那邊收訊所看到的還有一些心得 他去的中山老師他所在的醫院是在明古屋斯利大學的鋪設醫院 那這個是醫院的一個主要的建物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醫療大樓 那旁邊的話這邊是他們的醫學部還有醫學部做學 那他們有科的辦公室大概也是來跟他們講的 那他們的主要的這個醫療大樓總共是有17層樓 那他們的醫學中心 那裡面的那個睡眠中心的話 就是一樣是在使用的 那10樓的話大概有一半 這個是他們的就是睡眠中心的位置 那他們的睡眠檢查師總共有4間 有4間的睡眠檢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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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包括他們的 周三老師的辦公室啊 然後還有任年祭司的 和一些辦公室都還有一個地方 那旁邊的話這邊是 也是住院的一個地方 那明古屋斯利大學的醫院 因為他們光耳比喲科醫師 在他們的這個本部的 耳比喲科醫師 大概最有20幾位的耳比喲科醫師 那他做睡眠的 主要做睡眠的有4位醫師 那除了中山民光老實之外 他另外有一個佐藤醫師 那這個佐藤醫師都比較少接觸 那另外還有這個 藩原醫師跟一個人都買一支 那藩原醫師他比較 他本身是在九州的一個 耳比喲科醫師 他也是因為對睡眠有興趣 所以來到明古屋跟林老實學習 那有馬醫師他本身 他也蠻特別 他本身是一個中醫師 他是中醫師 他也是因為跟睡眠有興趣 然後所以來明古屋這邊 學習 那他們總共有4位的這個睡眠機師 那有一個技術長 就是Angle長 那立針的話 他就是住在Angle長來參加 那另外有一個睡眠機師 因為他也是勤產假 他剛好我要離開前一兩天 他才對啦 所以我們都沒有接觸 那另外他們有一個 發派人的發派 他會負責幫忙 他們整理一些 就是晚上睡眠檢查 PSG所需要用的一些東西 還有幫他們收啊 整理東西 大概這樣子 這是他們睡眠中心的一個門口 那是一個 就只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LOGO LOGO這樣 那一進門的左手邊 他放有很多 都每個醫師的證照啊 還有之前睡眠中心的一些認證啊 或是一些得獎的一些紀錄 這樣 這是老師的幫老師 所以他們都小小的啊 那旁邊也放了很多 一些衛教的手冊 可以給老師來索取 可以給民眾索取 那另外這是他們的睡眠檢查室 護士也是很簡單 那空間的也並不是說特別的大這樣子 那這是他們的睡眠計師的辦公室 那他們的睡眠檢查室是在10樓 那所以其實從他們辦公室啊 或是他們的那個睡眠檢查室看出去 天氣好的時候 V54真的還很不錯 那晚上也有這個 算是百萬業績 所以他們的收費其實也不便宜 在日本的話 他們在老師這邊做檢查 他們有保險 那依照每個人的保險不一樣 平均來講 大概要有三成的一個支付 要有一個三成的支付 那會大概比較有四萬到五萬日幣左右 那另外 孔山老師這邊他們有收併房費 那大概也是兩萬日幣 所以他們如果在這邊做一次睡眠檢查 大概要七萬日幣 大概要支付台幣 大概兩萬塊左右 不是支付或... 我不曉得 大概就是這個 因為他們的正點 還可以一人支付三成 那所以現在可能就是在加 額外的... 對... 那你可能就是他們的醫院拿到錢 那支付的話大概... 主要支付大概台幣 快兩萬塊左右 一人付錢 一人付錢 而且他裡面... 那他這個房間在包含就是... 這個房間... 剛好凡錢 他的房間被收兩萬日幣 沒有... 沒有... 他們是三成支付額 所以他們光這個檢查被... 病人要支付四萬到五萬日幣 然後... 最以往的地方被要付兩萬日幣 所以總共做完這個PSC檢查 病人要付七萬日幣 所以... 左右 第一個就是病人支付 病人妇的 醫院長得多 是病人 對... 病人就要支付兩萬塊左右 嗯... 那這個就是他們... 就是那個... 有一個... 發洋的大傑 他們會把他們把這些東西都準備好 那就是 然后他们把当祭司就会把这准备好的东西都直接拿去跟当心来做检查 那个领导上的话 我是没有看到他们猜 我好像也是那个大姐会去帮他们整理 你这些猜是说晚上就继续 继续 然后等于他会先帮祭司继续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 他们有请那个发泰客 对不对 然后早上要继续把 然后就大姐去帮他们整理 对 对 辛苦 然后帮他们全 就是都把他们整理的好好的这样子 那另外他们有 就是这个是有一个ESG的 这是怎么 如何破线 还有一些装的一些手册 SOP的手册这样子 那这是 就是在他们虽然检查室的旁边有一个病房 那这是病房的护理站 那他们的一个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LVT的屏幕 那上面有显示各个病人 那他们有做睡眠检查的病人 他们有四床 1234 他们四床 这四床病人的资讯 一样会显示在他们这个这个屏幕上面 那同时在护理站会有四部的电脑 这四部的电脑 那一样就是他们晚上在做PSG的时候 他们在护理站的护理人员 同时会同步的检查 他们PSG的结果 那所以如果他们有发现说 说有一些硬的掉了 或是讯号不正常 他们会在同时睡眠祭司 睡眠祭司在预除 应该听到几个样子 那详细的情形 或者他们做PSG的详细的情形 可能医生回来 他那边会更清楚 所以所以你们听说 他们的太偶尔的肺肢 就是肯定每个八字 对 对 对 他们一 然后现在两个医师 就是他们医师都 一天晚上 他们每天晚上的话 会看给他病人住 一般来讲的话 会 比如说如果两床 或是三床的话 他们同时间会 他们的病人大概是下午两点 就会入住了 下午两点 两点 两点就来 大概两点就会来入住 那他们会当 简单的病人介绍 可能要填一些物件 或是什么东西 那晚上的话 一般会有两位祭司留下来 大概九点十点的时候 去帮病人 贴那些装饰 别是居的造型 那装完了之后 会有一位祭司 就回家了 就有一位祭司留下来 不过来 对 那 他们的在祭司的办公司 这些电脑都可以同步 走开 另外有一间祭司的职丹室 也是有电脑可以看 那另外就是护理站 他们护理站的话 也都是会有这些 别是去检查的地方 那护理站 那护理人员 也会同时先来这个里面 有 就是他们就说 就是有发现 其他病棠 我们来通知西边祭司 那 所以祭司晚上是不是 可以休息一下 不知道 就是他 不是很清楚 那是一个问题 那是一个问题 这些事情 都是一个 就是 我的老公里说 就是有 技巧 我讲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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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可能是这样 因为一针有跟了好几万 都跟着他们整个Overnight 或是做一整 他可能会比较知道他们实际 你最爱心 你一直以往有在Overnight 就是看完,装完 在过十二点之前,我就会 那我是觉得他们的这个monitor 还蛮清楚的 就是他们的monitor很清楚 他即使拉到很大,那避免的一些很细微的动作 或是脸上的一些表情 其实都还看得蛮清楚的 那邹山老师那边 其实做了蛮多小朋友的检查 那我在那边也跟了好景一 就是看到一些比较小朋友 那我们就会留下来看 那像这个是一个当心中的小朋友 一个六岁的妹妹 那他们在做小朋友的检查 他们的这个护栏 他们都会加装一种那种防状 防别类的一个透明 他就直接套上去 他就是保护小朋友 或者病人去冲刀 或是酸伤 这样子 对,一些比较困难的case 他们如果认为比较trouble的case 他们会排的 特別排的时间会比较长 他会排一些比较资深的一些聖明祭司 那有时候甚至是两位聖明祭司 同时来做他们那种可能 会比较不好做的一些可以直到的时间 他们病人每个都有带路过去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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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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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 我 他们那个脑坡上面就是立的上面 他们还会再用那个 我们那个摩沙卡瓦 在用这个插布上面 在摩沙卡瓦再继续下去 然后再往靠吧 那这是一个一岁的妹妹 那他就是有一个 那他去他妈妈的描述的话 他大概是说 他每晚几乎都会有这个 跌血扒作 所以他妈妈自己在家里面 他自己还准备一台这个 护士尼克 这一台是他们家自己带 那每天晚上睡觉 他妈妈都自己把他扣上去 摸一刻这样子 我妹妹白天看起来也是很可爱 那也 也 看不出什么意中 那他 像这种 这么小的小小孩 就是等他睡着了之后才去装上去 才去装上去 我妈妈 在那里面 吃了 这样子 就像这一样 那 你 需要 sobre 从来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做这个媒媒的时候大家也是很赞淡气气的 怕晚上有什么苦发状况啊 如果他真的是被写发错的时候会不会 可是晚上那一天后来问整晚好像都还OK 不还OK 没有那种大罢错 可是后来去看老婆还是有 后来就有一些肌肌肌的罢名这样 这个习阿里妈我没学 她主要分为四个泰盒 她主要比较常见的大概是台北班跟台湖 她主要就是在小脑这个地方 有部分掉到这个神谷大孔下面来 那有一些小时候不见得会有症状 那长大时候常常会有一些头晕 或是一些肤态肤纹的症状这样 另外这个是一个QV形状 就是一个OBEC-Shydrink的连续形状的小朋友 这个ED只有九岁而已 可是看起来非常大字 那这个OBEC-Shydrink的连续形状 还有几个凱利率 就是DMI一般要大于30 她白天会有EBS的品状 高碳酸血症 TCO2大概差于45以上 同样同时合并有一个重度的GOSA 那这个小朋友他的DMI高达到47 那来的时候TCO2也只有49 那他妈妈是主注说他睡觉都会打呼 那也比是要睡眠呼吸中心 那百斤连人四岁 那平常甚至不太能够躺下来睡觉 那可能都要做的 就是犯错过的随限 那这个Case是从外面诊所转来的 那在外院他们叫做OCSD 就是一个HOME CASE 他们叫做AUTHENTAL CASE 那时候RBI高达86 那这个Case蛮有趣的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一个睡眠祭司 在他们这一次的睡眠医学会 也有去PREVENT这个Case 就是这样子 那这是他来刚出诊的情形 他妈妈是用轮椅推着他进来 那中山老师他进来的时候都在睡觉 那中山老师把他叫醒来 他一起来可能过夜没有马上又睡着 所以在门诊那一天啊 当天就在门诊 PREVENT 那HOME CASE 那HOME CASE 同意就马上帮你 PREVENT PREVENT 那HOME CASE 那HOME CASE 那就在门诊那边就让他用 那用了大概两个小时 就用了12分钟 那HOME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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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那个面罩也都戴得很好 然后又很快 所以他大概用治疗之后一个礼拜之后回等病人的 他的病人状况就改善明显很多 那三个月之后他体重大概有 因为他白天比较清醒 他活动时间增加 他的整个体重也下降大概10公斤 所以这次他们 就是睡眠技师在这一次的 他们的日等的睡眠学会有 这个case 那我们在那边主要的话 就是也会跟公传老师的门诊 他门诊的话大概主要 在私立大学这边主要是一张五的门诊 他在外面好像还有两个诊的样子 那星期一的话他主要是看 就是一些初诊啊 或是一些病人 与其他的诊所啊 或是其他的医师与其他的case 那包括睡眠的病人也有 眩晕的病人也有 那星期三的话就是看他 睡眠在回诊的病人 那星期五是看眩晕回诊的病人 那他的门诊都是约诊 都没有现场过 那平均 没有 有啊老师以前会开一些 一些一些 一些梅尼尔斯症的工夫啊 有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稍微开到 他会转给他下面的一些废楼啊 或是其他的医师 会再多种修 这样子 对 那平均一个门诊 大概都是看 20到25的病人 他也是昨天开始看门诊 所以就会看到 下午大概一遍这样子 对 我大概看20到25位 我没有现场套 都是 过来 那星期三下午 他没有一个自己科内的民庭 那他也是指代他们的一个 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 那 主要就是讨论 大概下 未来一周 像他们礼拜三开会 他就会讨论 礼拜五 还有下个礼拜一 还有礼拜三 会来 门诊的一些case 或是最近遇到的一些case 那 这区 病人的病例 叫出外 看说病人 是不是要安排什么检查 下次回程 是不是有需要 要看生命报告 不是什么 然后要把资料 给他们 稍微讨论一下 这样 那一个月有一次的他们 EMP大的一个service meeting 那在那个 meeting 里面的话 主要是 就是 有些住院的病人 或是一些手术的病人 那 如果比较特别的 被点报的那个 床位的住院医师 就会上去 简单的 讲一下 甚至会上去白板 画一下病人做什么手术 那手术步骤是怎么样 那对住院医师 还是一个 不错的学习 那另外的话 他们睡眠中心 每个月会 有一次的乐会 那跟我们 这边也是有点像 那所以 他就会有 来参加的对象 会有附近诊所的 一些诊所的医师 那牙医师 那也有诊所的催眠技师 那另外 在那个场合 会安排一些厂商 做一些 做一些 来介绍 产品的介绍 像那一次 就是有一个 C-Cup的厂商 来做产品介绍 那另外有一个 这个大阪的牙医师 他也是 简报了他来台湾 参加一些 会议的一些 一些 一些 记录 那另外 就是那个厂 上次就是 老师叫我跟一生 也在那个厂 做一些报告 大概就是自我介绍 跟介绍像我们自己的医院 还有陈大哥的市面中心 这边 那这位老师他们的诊间 就是 每个礼拜的诊间 老师的工都一直在换 那就是这个礼拜一的诊间 我是觉得还蛮大 配备都还蛮细寻的 那另外他们 几乎每个诊间上面都会有阅历 然后 有时候有两个 有时候有两个 就是给病人看 那上面都会直接 mark出来说两周晚 一个月 或者是哪一天 他在排睡眠检查的时候 就是会 病人就比较清楚说 他检查要多久之后 那老师的门诊 通常都会有一位 甚至会有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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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两位的睡眠检查 会在一起更诊 那所以在更诊的时候 如果病人需要排PSG 他们就会马上帮病人安排 那如果有需要做空 3-tap 或是有需要用一些 其他的检查 或是要带C-tub 那睡眠检查 都会直接把病人带到 可避意外的房间 跟病人解释 把武器照给病人 他们有一个医师 他们有一个医师 就是像这个是参与医师 他们也会一起跟诊 所以把他的病例 参与医师 他也会自己把他的病例 这个同时会有两份病例 所以如果有些病人 他如果先说他们的 譬如说检查 做PSG太贵 或者是说 他要等待的时间太久 那时候老师也会把他领队出去 可是领队到他可能有回处的伸缩 他就想要去伸缩做检查 对 那时候去的话 是6月 7月 那时候检查 他们的PSG还都排到10月底到12月 10月到12月 10月到12月 最快的也都排到10月 所以他们几乎会 差不多了 会有两位村民祭司 我来跟班检查 所以他们门诊的病例也都是用入文 那同时间他们病例还蛮强 几乎人员有些诊所转来或是出诊的病人 一掉出来我发现其实一些基本的人 有一些Hitory都已经有了 我就觉得很好奇 就问他 没有啊 因为有些是前面归台 话话说归台的物理人员就物理座会打上去 那或是前面会有其他主员医师或其他物理人 然后就把他打上去 那甚至像他礼拜三自己科学的问题 他们有讨论什么事情 他们也就直接就打来病例床面 就直接会打上去 那这个之后病人又要回等 比如说要看报告啊 就是即使他们都先把自己报告 就是够准备好 那病人来的话 就会直接拿给病人跟病人解释 那所以在那边跟诊的话 大概所看到的一些案例 比较 OSA当然是还蛮多的 那可能有些OSA和病情要控制 NHT 那在那边遇到一个比较 有一个有趣 就是一个五岁的小朋友 一个小男生是 妈妈带过来 那也是外面诊所转来 因为在外面做检查 HRI22 那汤手又很大 那反而是要转来 要做手术 做PTI的手术 后来就是仔细问诊 发现他有一个双胞胎哥哥 那双胞胎哥哥 那双胞胎哥哥 其实调手跟他也是一样大 不过他的HRI 就是只有795而已 所以就是 病人认为说 欸你不要转来 就是马上就 我要去开掃啊 可能还要 一定有什么问题 那后来病人好像 就再重新安排一次 生命检查 那其他就包括像RVDR 然后 或是 肯松亚 有些DBCD Based Bissodils 那还有KD 内容新装 这个大家别有遇过 有些都是以前没有遇过 是只在书上看好 什么意思 码定义 他就是给他 拨一个 拨一个 整个字是断掉了 那就是刚才讲的 OBCD 还有拨人类型型 跟PAL跟美智 在那个月跟诊的话 有看到一些 这方面的CAS 那我平安的 就是RVD是中的 对 因为在日本的话 他们的 手术做的比较少 可能是老师那边 他们大分的治疗为主 都是C-TAL 跟OA 也有遇到一些 对有次中药的 那里有更多的 那个医生 对 那里有更多的 对 所以他就要做 然后他就要做 对 然后他就要做 那里有更多的 对 因为他们那里有 他就要做 对 要做 对 对 要補充他 他在睡覺 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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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個 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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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睡覺中病人 已經不是第一次來就診了 老師跟我講說 因為病人他後來 因為幾乎都沒辦法睡覺 因為他是白天分泌 然後晚上不分泌 所以他晚上就睡不著 那白天可能又工作又不冷睡 可是我做他就沒要說 應該是 只是有跟到這個老師跟我講說 這個病人是什麼診斷 是什麼 是 對 他後來是 我看他們治療也是有 是開院來幫你給他 可以 我沒有吃 他還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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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演的話 有什麼 還不錯 他希望你演的 對啊 但是 之前會是太前進的 還是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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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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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打算 還好 那 你 我 是,他們蠻多的,用很多RVD,然後用Chype,或是用OA做治療 那因為很多RVD,那可能合併有一些睡眠,或是症状 那他們只要說把很多方面合併過來,總要等RVD的症状有改善 問回他們,你們看什麼? 你們那個,你講的? 你們看你們看,我們現在看到Bee都是典型的,你看他們就典型的 那不是怕什麼? 不是怕什麼? 它不是,它不是可以典型而已 嗯嗯嗯 我好像是在看得來 但另外,老師他的另外一個專長還是看眩運,那也蠻多眩運蠻整齊 那在眩晕堂比较一招就是比较常见一些 面试证,PVD,还有其他人有来解释,还有其他人有来解释 那另外,主要是善于这个PVD 从最开始就通常有关系 就是其实,不然他跟我讲之后 因为我们的其实蛮多病人有这个问题 那他在2014年才用那个WH 后把他正式列做一个认定一个诊断的一类的提议 还有就是持续性的、知识性的、感知性的投影 那病人可能因为三次的一个没有认罪 或是PVD,或者是不然是脑伤啊 或是一些精神科的问题 那来解释你,你就觉得说 他什么PVD来一看,你觉得他都没有眼症啊 然后不过症状感觉说,比较改善的可是病人 后来是一直阻塑说他投影 就是说,老师跟我讲一个投影 就是说,他都跟着脑袋鼓鼓啊,听到没问题啊 他来这一种常识化性的这个问题 他们就把他丢到一个PVD的底座 他会直接在门阵中间抽派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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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Many 其实就是说在哪裏 那 因为老师门阵,他这个礼拜门阵 他在旁边有ên机 的演呈符 有一个營队 那他直接他会帮病人做 直接做一个检查 然后 动作 有甚麗 那老师之前是有跟那个 JEFFERY 有跟那個齁帕琳 有跟他学过 那 他就跟他做了很多东西 还是走着的 那又会 就转在那我们的 是 他老师做得很快 跟我平常以前学的 我说应该做的不一样 那老师就说对了他就这样 而且老师会敲定人后面马托的地方 就是往他再敲一敲 然后老师就说他去跟Apple学 他就是这样 他就要马托 当人真的敲的话我们就会变到他们 对他是觉得可以让那个耳术更快的通过 老师会跟他稍微稍微再做的速度这样快 我想说跟我们做的不大一样 那我有去看他们 他们那边各种血淫的检测都有 因为在我们医院比较小 他辈子也没有那么齐全 所以我那时候也有偷放去看他们做一些血淫的检测 包括Coloid検测 就是RHP 就是一些也很苦的一些检测 那都是他们的报告 那老师在门诊他也会教我们怎么做医学检查 他在门诊比较常做了两个tap 一个就是hand post test 就是测一个利多拉的功能 那另外也会说叫病人做一个staping test 那当然叫病人眼睛闭起来双手批曲 然后就是踏步 不知道踏五步 十步 五十步让他改步 老师大概都十五五十步 那病人就看他的转向 他可能如果是转到四十五度以内算是正常 那如果超过四十五度以上算九十度就是不正常 那可能他往右边的 譬如他右边的检心功能是有问题 所以往右边 所以往右边转大概是这样子 那有些病人他来的时候可能第一次来 你看他确实就明显转向九十度 那第二次再来 那边转剩下三十度或四十五度 那就可以 他在这边有没有问题 他的症状一定比较好 不要改善 那不过老师 他们在看门诊 在日本分诊 你可以很明显感觉 他们日本对医师的态度是比较尊敬 而且他也 医主的尊重性是比较高 真的 因为老师他看门 然后跟他聊天赶很久 尤其很多一些 一些妈妈带来的一些国高中生 都一直不上学 四岁老师都会去这样谈非常久 那常常一个门诊很少还要 非常少还要 常常一个门诊 一个门诊二十个病人 看下来都没有开门 那可以 都是微觉 然后就 有去改善睡眠 他每天都会去 一早一个小时睡眠好一点 睡眠改善 他的同意也是整体改善 那边也有利用时间到他们开刀榜看看 老师跟我要喝场去看开刀 其实我只是进去开刀榜两次 第一次是老师介绍我认识这个 看习医师 他本身是 做Sidrofasty 非常有名的 一科医师 就是去教授的一个学生 那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 是他看一个 Sidrofasty 做一个Sidrofasty Tirofasty Tirofasty 的手术 那你说 可以看书中 一开完 一开完刀 因为它是Local 都做Local的手术 一开完刀 定人的症状就明显 改善 不过它这个 这个 一个 害得定人的一个东西 这个我们 台湾好像没有 他们做事是都还蛮仔细的 而且都是一百一千年 很多事情都到一手机 那我已经去开刀榜 那战吉利家 就拿了一本 他自己做了一个 很精美的彩色的一个 他所顾的步骤的一个 一个手册 给我看 那甚至连书中 要问病人 什么问题 要知道病人发什么音 都是完全是到那个 去问病人的问题 都非常仔细 那第二次的话 是去看他们 也是一些小朋友的手机 那主要就是一些TTA的手术 那跟台湾就差不多 那跟台湾就差不多 对 因为赏银没有 赏银就行出 这样 那在日本的话 像很好这个 村民的门诊 也有很多 就是老邦妈妈带来的一些 国中生 澳中生 那大概都是一些 例如说 海银四岁 或者是晚上不睡觉 海银都在睡觉 然后都不去上学 那老师说 他们大概 大家 统计大概有十五万的 中小学的学生 都是没有去上学 就是在家 那如果是把那种 这样的 你去上学 或是心不在学校 或是根本都不去 学校睡觉的 那种 带一带来超过遗产的 同学生 所以老师那时候 也常常去 收邀去到处去演讲 然后做一些会教 那后来他觉得 他实在太忙 他没那么有空 那所以他就想说 那他可以去培养一些 所谓的这个 岁年的预程式 然后 经过 一段的培训之后 那可以去帮忙 做这些会教的工作 那另外 这个后来他们 老师在脸书上也有通 后来他们当地的 那个新闻记者 也有 就是电视也有 也有 报报这样子 那他是 这个是要收费的 就是收费 那我们去的话 遇到的是 这个是DOT的 睡眠预程式的培育 那我们也有 一起去听 那他一个code 我不晓得 忘记上多久去 我们是只去听 一堂课这样子 那他培训合格之后 他们也会做一个考试 那考试合格之后 就会发给他一个证书这样子 可以去学校啊 跟讲一些睡眠的一些位教 对 对 然后刚好去那期间 在六月底的时候 刚好他们睡眠 在日本的第四十世界的 睡眠医学会 刚好这次 今天刚好在民国屋屋去行 那我们台湾 我们这个理学院理事长 就是我们 这个理学院理事长 刚好也收邀去 去做两个趟的演讲 那他第一个是讲这个 就是睡眠科技与AI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去 如何处理这个C-POP 不思议 就是他这个人 不行 没话在C-POP 或是C-POP 非流的病人 我们是如何处理 那其实主要的话 它是讲一些手术的资料 那就是从 从MESO到OROPALS 到SOPALATE 然后到NECOTIC 就一整串的意思 讲下来 那其实讲的非常有系统 然后也非常的精彩 那加上一些手术的图 还有一些影片 那所以当场 那这个 刚好是中午的时候 一个LUNCH CEN 那整个 整个都指个人三人 那后来大家也 因为在日本的话 他们比较少做 这么多手术 他们主要是做C-POP 的治疗 因为他们保险有几步 不过即使他们C-POP 保险有几步的话 他们其实 有点像租的 他们每个月 也是要付四千多块的 病人每个月 要付四千多块 日子的租金 大概台币得一千多块钱 所以如果常行用起来 其实也不是很厉害 大概用了五年 大概也就可以买一台 对 他们就有医院 对他们的医院 诊所 他们日本很多诊所 也都是有人说 比医师区跟其他的治疗 所以这样一个场合 就有像他们很多 民国的认识的日本医师 就私底下讲说 说他们觉得他们日本的 做这个 国家的手术方面 跟台湾大人 不过我刚才是引起的不一样 这是李治党的最后一张的同一片 他那时候 他主要是讲说 for patients there is no matter medical treatment or cervical treatment effective or personal life treatment We can have each other We are a kid 他意思是说 就是我们跟内科医师 其实也是敌人 大家都是一起治同一个病 都不会有病人好 这样子 那在这个医学会的隔天 因为中方老师 他说他弟很忙 他要主持很多会议 他也有其他的演讲 他就请他的那个 这个二公子 也包了一台车 他就帮我们到处 民国屋走一走 那所以到 到那边的时候 其实去的第一天 那中方老师他就 问我说 你来这边 你有什么想法 你想要学什么东西 或是你有一定什么计划 那 其实我是没有什么计划 我还是不好意思 跟中方老师说 我来之前 我有计划 就是计划 去哪里玩 去哪里玩 只要插 就是这样 那如果 因为 其实因为我们医院 是比较小医院 而且我们医院的顺点 才刚要发展 因为之前我们也都做一个居家的生理检查 那 所以没有计划 你一直觉得 所以我去 只是 知道 开放的态度 就是大概什么都看一看 不管他们的检查 或是 流程 管理 或其他 大概都要知道 那不过中方老师他 他 他非常忙 那不过他还是 他对我们真的是很照顾 而且很好 他会常常利用他有空的时间 就找我们聊天 或是 用假日 他比较有空的时间 他会找我们医生 到医院去 然后 就 找我们什么 看研究 然后 找我们做 然后 就是 跟我们聊聊天 他从中方老师的老病 他的东西 一直学到很多 他就是一直勉励我们 或我们做睡眠教育医师 就是 主要是要做睡眠 不要只看OSA 就像我们EMP的一支 不要说 他觉得你就只会 看OSA 然后只会开招 好 而且开招又不会好 这样 那 就是 照理权人 更有其他的 就是一些 一些 最绵合整理的关系 包括他更 其他的一些工具 那 那老师 他以他自身的经验 鼓励我们来说 例如说 他一个台湾人到日本 刚开始 甚至现在也是 受到其他的打压 他可能他就是 更能力 把危机化作转机 那 那么一些 不要的case 觉得很麻烦的case 都要去谈 或者反正把他 他就会去做 那 他觉得每个case 都是你之后的资产 不管是想你的理科 人医或是理科研修 才能有帮助 那 老师他常常在思考 也是很多海事 比如说他也知道 什么问题 或是像人家 叫他什么 他会去思考 他怎么能够解决 或是去创造 创意 那 老师也一直鼓励我们说 如果你要做睡眠的话 会去医院 他这个 他这个 要被人家区隔 他就会 例如说 他也建议说 例如说 那甚至他只能这些 因为我们是一个 一个 有医学院的医学中心 那是不是可以 就是把 价格跟人家区分 好一点 然后多说病房 这些 那但是老师的建议 不过可能每个国家的母亲 有不一样 那在那边也有参照一些研究 那是老师他可能 有接触到一次研究 一句话 通过上 拿了一些群的研究 他还有 以前老师有做 歐萨分明的指针的研究 然后 李迪的治疗 另外 PVD他们有一个研究计划 做一些潜质附件 那潜质功能的附件 他也发现有 一些的改参效果 还有一些歐萨分明 一些其他工艇的研究 那何老师跟一直 有跟我们聊天 他会问我 这种医院的状况 形形 平常看门诊 要接触到哪些病人 那所以他就会 就给我设定一个tabic 那你们 好像前 今年还是去年 有发表第一天的培困 那是奥萨分明 奥萨分明 奥萨分明 以前 大家的研究 比较多的说 是奥萨分明 各的 LPR的一些研究 那 老师说 他的发表这一天是第一篇 全世界第一篇 也看到很不错的大致上面 那他是 后来我要离开老师 再我要照一天 破破手给他 只是做 这之前 跟这方面有关系 老师希望能够 再来如果 可以的话 就继续做下去 那也有 老师也会跟一些 产学合作 那就是有 有些人 你会找老师 原作开发一些 比如说睡眠床 或什么 自己大概是这样 那后面就是一些 几张空影片 比较不重要的 一些吃喝玩乐的影片 对 他也有个客人蛮喜欢运动 放球 所以去那边的时候 刚好 就抽了空去看了两场 去年古屋巨蛋 看了两场 放球 那年古屋巨蛋那边的 设备是真的很不错 不太那种巨蛋看球 确实跟人舒适 不过绝对不是去看那啦 所以去看 广博龙下游 他在那边老师 跟上这个三月一次 都各有很多 老师 他刚刚请问我们出去 就是吃东西 那边有名的东西 下面这个 他们不管是 乐会开会的便座 或是医学会开会的便座 是他们乐会提供的便座 看起来都非常的 那个机制而且非常好 你的那个点心都很可爱 大概是这样 那 以古屋的名产 大概 这个是 他们叫手语 手语前 其实这是鸡翅 那我们有听吃一家 他这个 是算是很有名的 一个手语 他也得过很多奖 不过日本 说是真的是一百亿 怎么是也都没手逼 他还教理到 你怎么吃那个鸡翅 第一动 第二动 要怎么用 这是迷古屋机场 那迷古屋机场 它跟关西机场一样 它是连海造物里 爆出来的机场 也是盖在海上面 它也非常的大 那如果说 那时候我要离开 第二次 因为去的时候老师 他有来接机 然后离开的时候 因为老师家里 其实 这很不好意思 因为其实我自己都买好了 不要了 就是 然后第二次回程 都老师告诉我 说可以提早到 迷古屋机场 可以去那边逛逛 后来我去发现 他们的二楼 就是你不用附海关 它就在二楼 二楼非常非常的大 那它就像海货公司一样 那也是 影片之后 玩了各种运动 所以如果 有机会去到回海的时候 其实可以早一点到机场 可以去那边逛逛 也不错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 一个户外的浅光平台 那可以这样子看给你 那这个是我在机场看到的 一个很大型的看板 海报 那其实 这一次到 迷古到中文老师那边学习 虽然经过和文老师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对我个人而言 也是转成一个小小的心愿 的梦想 那这是 从迷古那边回来 因为经过一个好准备 因为 我一直跟我们医院 争取要设 睡眠检查室 要争取要买PSG 大概零逼分 逆经两任院长 都不同意 刚好最近 终于好 现在这个院长有同意 那我们可以延后一些PSG的设备 然后可以正式 开始做一些 比较正常的学习检查 那 也希望这是一个开始 那往后还可以继续能力 这样子 谢谢大家